三號中午在花蓮傾斜的天王星大樓附近 一輛中華電信的通訊車突然冒出火蛇 消防隊員一看到立刻灑水撲滅火勢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花蓮三號一早發生規模七點二強震 就怕災區有通訊死角 當天中午數位部就從高雄入竹 派出電信技術中心建制的全臺 第一輛應變網路行動車 首次在緊急狀況下出動 支援災區民眾和救災人員的網路通訊 因為行動基地台必須仰賴後端傳輸網路 才能運作應變網路行動車 透過衛星就能建立通訊網路 應變網路行動車的運作原理 是運用上頭搭載的衛星終端設備 透過非同步軌道衛星 連結鄰近國家的地面站 與合作電信事業的網路介接之後 就能夠提供基本的通訊服務 即使沒採用馬斯克的低軌衛星 台灣也有替代方案 述外部強調 在符合法規與國安考量的前提下 台灣樂意與全球的電信服務業者一起合作 華視新聞已經剛學中前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